教育部去年落实新的举措 规定开学第一个星期不授课 而是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活跃气氛 并注重灌输道德和礼仪 好让孩子们对上学感兴趣 来到2024、2025新学年 教育总监阿兹曼表示 当局会沿用这项措施 学校管理层也必须欢迎学生 确保孩子适应教学环境 开心上学 进来天气酷热 并呼聚教育部、州教育职 以及县教育职最高管理层的所有人员 在开学第一个星期到访学校 支持校方的活动规划 根据教育部 A组学校也就是柔佛、吉达、吉兰丹和登加楼的学校 会在这一月10号开学 隶属B组的其他州或联邦直辖区的学校 则在11号开学 制作人最高管理层的疗性 d状龙 职摇 闲 吉兰丹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